大家平安 我是黃聰明醫師 最近在媒體上常常出現這些變種病毒或變異株的新聞 搞得大家非常緊張 那事實上變異株有很多種 從英國啊 南非啊 巴西啊 或者是印度 那每次媒體在報這些變異株一定要加上形容詞 金船啊 恐怖啊 刺激啊 這一類這樣的一個形容詞 讓大家覺得說好像變種病毒這個變異株都很恐怖 所以我們小編整理了7個跟變種病毒相關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就藉由這個影片來跟大家一一回答 這邊稍微解釋一下我們現代世界衛生組織針對我們的變異株 大概分三個等級 第一個等級叫做VOI 叫做Variant of Interest 需關注的變異株 這些病毒可能在過去的研究當中 它的突變的位點讓科學家覺得眼睛一亮 就是可能有一些讓人比較擔心的 比如說會讓你免疫力沒有辦法打死它的 或者是讓它傳染力變強的 可能的一些基因存在的 那麼這些變異株就會放在這第一等級 叫做VOI 第二個等級叫做VOC 就是Variant of Concern 那意思就是它是高關注的變異株 代表這個病毒可能有兩種能力 一個是它傳染力變強 或者是它有免疫逃脫 它已經對人類產生的抗體 或疫苗產生的抗體 已經有某種程度的抵抗力 而且它已經開始大規模的散播 所以這叫做VOC 高關注的變異株 那目前我們在媒體上聽到的四種變異株 四種變種病毒都是屬於VOC 那如果在網上一個等級 如果未來真的有病毒變得很恐怖 致死率超高 然後所有的抗體都沒效 那這個就會升級到VOC Variant of High Consequences 那這種目前是沒有啦 那我也不認為它會出現 因為如果一個病毒變種到致死率增加 其實致死率增加對病毒不是好事 留著人類活口讓它可以傳播不是很好嗎 把人弄死了就...就...就... 就...就...沒辦法再傳出去了 所以其實致命性或致病力變強 不見得對病毒的好事 那至於抗體的逃脫 也不太可能一瞬之間就達到 所以VOC我想現在先不用擔心 那剛剛講到幾個國家 有英國啊 南非啊 巴西啊 還有印度的變種病毒 那...英國覺得沒關係 名字裡面有英國還好 南非覺得還好 巴西也不在意 但是印度聽到自己的名字變成變異種的時候 有點生氣 會不會這樣嗎 我不想要我們印度這個名字 放在這個Variant of Concern裡面 所以後來呢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也從善如流說 好 那我們就...我們改個名吧 以後就用Alpha、Beta、Gamma跟Delta 來命名 所以Alpha代表英國變異株 Beta代表南非 Gamma代表這個巴西 Delta就代表印度的變種病毒 所以你看我們媒體現在在寫標題的時候寫 Delta 印度變種病毒 那印度人看起來氣嘟嘟 我叫你改名字 就把印度拿走 就把Delta 印度又放在後面 那乾脆不要改了嘛 所以這也是滿有意思的 那後面的這個VOI也通通都命名了 從...接下來是什麼啊 Epsilon啊 Zeta 後面不會唸啊 不過這個希臘的字母總有結束的一天 我們在想它用完之後會換什麼樣的代號 我們做音符號給它用一用 新冠病毒的這個突變率到底有多高 這個是一個好問題 因為其實新冠病毒從去年 就是2020年出一直到2020年的10月 這10個月當中其實病毒的變異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它跟過去的感冒的冠狀病毒或是動物界的冠狀病毒的突變率 都差不多平均大概一個月是兩個核關酸的突變位 大家對這個兩個核關酸沒有什麼感覺 但就是比流感病毒還要少10倍的意思啦 所以流感病毒的突變是它的10倍之多 所以當初大家對於冠狀病毒的突變速率不是那麼的緊張 甚至還有醫學期刊用這個標題說 突變速度太慢可能是冠狀病毒的致命傷 所以以後如果有疫苗應該可以一個疫苗打很久 都不太會有這個問題 但顯然到了10月之後 第一個冒出來的VOC就是英國變種病毒 它的突變的基因同時有23個位點 通通都突變 等於是過去一整年的突變量它一次就到位了 所以這個速度突然大躍進 接下來的這個南非變種病毒 巴西變種病毒或印度變種病毒 它突變量也都很大 那為什麼這個病毒在前面一年都慢慢的變 那一年之後就開始快快的變 這如果說真的病毒變種是為了適應人體 那為什麼之前不適應呢 後面才需要適應呢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 2020年10月之前的人類 跟10月之後的人類有什麼不一樣 在台灣我們沒有不一樣 但在英國在南非在巴西在印度有很不一樣 因為他們疫情都很氾濫 所以當地的這些人 可能已經有很大比例的人身體已經有抗體 就是他已經得過新冠病毒了 所以對於這個病毒的人 他現在遇到一個很大的挑戰 是我要感染的人類已經有一大票 都已經身上有可以對抗我的抗體 如果我不做比較大一點的突變 來逃過你的抗體的雷達 那我等於坐以待斃啦 所以為什麼10月之後變得特別的大量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 免疫逃脫 immune escape 也就是病毒想要繼續跟我們人類做朋友 繼續感染我們人類 他只好去改變他的基因 去逃過我們抗體的攻擊 換句話說 未來病毒會不會繼續以這個突變速度來不斷的改變 我們不是很確定 但我們可以預測的是 只要疫情沒有控制的地方 那麼這個地方的病毒的突變速度 就會比疫情有控制比較好的地方 來得更快 而且更難產 所以小編問的第三個問題 大概我回答一半了 他說變種病毒容易出現哪些地方 那就是疫情控制不佳的地方 比如說美國的加州也是有個變種病毒 也是蠻有名的 當初他們的疫情控制不太好 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地方就是 加護病房 一個病人如果他是抵抗力很差 感染新冠病毒之後他無法清除掉 那病毒也殺不死他 那他也清除不掉病毒 所以這個病毒在他身上就不斷的演化 不斷的演化 不斷的演化 他可能一般人可能在7天14天就把病毒趕走 可能在這個慢性疾病的人身上 病毒可以存在一個月 那麼這個不斷演化的過程當中 就會得到非常非常多逃逸我們免疫的基因 然後如果這個病人把病毒又傳給自己的家人 那之後有可能就會成為新的變種病毒 接種疫苗會不會讓病毒煉功 然後促進病毒的這個變種病毒的出現 這個問題其實問得非常好 從我剛剛的解釋 如果有很大量的人都得過冠中病毒 那身體的抗體 這群體的抗體就會逼著病毒去突變 那如果很大量的人都打了疫苗 一定也會造成同樣的效果 就是逼著這個病毒要去突變 躲掉打過疫苗的人身上的抗體 所以其實病毒不管怎麼樣 它都是得變的 那很多人就會問說 那這樣的話我們打疫苗 不是可能隔天這個疫苗通通都打完之後 病毒就變得我們又不認識 又得再重新再打新的疫苗呢 可能沒有那麼快 過去我們對冠中病毒突變的經驗 也就是在感冒的冠狀病毒也是大家一直 然後病毒一直變 大概平均要到八年左右 這是過去的資料 八年左右你的抗體才會完完全全不認識它 也就是病毒突變的速度大概是 第一年它變得讓你有一點 嗯...好像你變了髮型喔 第二年變得...欸...你好像... 連這個身材也改變喔 第三年又改了一點 第四年也改了 改到第八年的時候你的抗體說你是誰 欸...我不認識喔 所以大概需要這麼漫長的時間 我們的這個冠狀病毒才會突變到你抗體完全不認識 也就是打了疫苗完全沒有效 不過我想科學家也不會這麼坐以待斃 就等個八年等到你完全沒效 再來想辦法 通常在前面一兩年開始我們抗體 漸漸不認識這個變種病毒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兩種做法 一個就是把抗體拉高 就再打一劑 舊的疫苗 那第二種做法就是打新一代的 譬如說像莫德納他已經開始做一個 跟南非變種病毒相關的疫苗 那我們就補一個新的更新版的疫苗 就像流感一樣 我們每年打的疫苗都有更新版 當然還有第三種方法 就是如果他的變異速度沒有那麼快 我們乾脆就直接得這個病毒 那每次得就像小感冒 然後更新病毒碼 那就再得 再得像小感冒 就這樣一路的慢慢就跟這個病毒的 這個對抗是拉齊了 所以大概有這三個方法 不會完全等到八年後完全沒有辦法 對抗病毒才來去做免疫的改變 變種病毒四大天王這個VOC 他們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我想剛才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上面 變種病毒就大部分就是有這兩個能力 第一個就是它傳染力的增加 第二個就是它有免疫的逃脫 大概就是這兩個super power 然後又可以造成大規模的傳染 這四大天王裡面 其實免疫逃脫最厲害的就是南非變種病毒 你可以看到南非當初已經得過 舊款的這個新冠病毒的人都有很大量的人 會再得到一次新的南非變種病毒 但是它身體的血清裡面的抗體 是沒有辦法去完全阻隔掉這個疾病 不過就算你再得第二次 其實它的重症機率也沒有很高 同樣我們現在所有的疫苗 如果要針對南非變種病毒 通常也是效果最差的 你看那個AZ疫苗要對抗南非變種病毒 它的效果是打了對折再對折 那如果是Pfizer 輝瑞的疫苗的話 對抗南非變種病毒大概是打了七折 那其他的疫苗有些數據不太夠 不過大概也是類似的一個狀況 Novavix 大概是對折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免疫逃脫排名第二的就是 印度的變種病毒跟巴西的變種病毒 那印度的變種病毒它AZ疫苗是變成大概64%有效 那輝瑞大概是80%左右 那巴西的變種病毒因為數據不太夠 所以目前還沒有什麼明確的方向告訴我們 不過想像大概是跟印度變種病毒差不多的效果 那免疫逃脫最輕微的就是英國變種病毒 幾乎過去這些疫苗對於英國變種病毒都是有效的 也就是像我們台灣雖然流行的是英國變種病毒 不過我們的疫苗一定都還是很有幫忙的 那至於傳染力的增加 有一個數據是說英國變種病毒的R值 就是它的傳染力增加大概29% 南非變種病毒增加25% 巴西變種病毒增加38% 印度變種病毒增加97% 所以印度變種病毒就拔得頭籌 成為傳染力變強 這個四大天王裡面的第一名 但是我必須要講這97%真的太誇張了 意思就是說原本如果我們預估R值是2啊2.5 那就再成立一倍變成4或5這樣子 真的是有可能嗎 我直接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一個冠狀病毒它突變啊 突變啊突變啊 然後它的每次的傳染力都再增加30% 再增加30% 再增加90% 有這病毒有這種能力一路增加下去嗎 真的是如此嗎 必須要知道說這些變種病毒它的傳染力增加 其實大部分都是用數學模組算出來的 並不是真實的病毒學的研究說 我們呼吸道感染 然後噴出來的病毒 活的病毒的比例 數量增加 或者是它感染力增強 這樣的研究目前有在進行 但幾乎都還沒有很明確的證據證明 這幾隻變種病毒是有這樣的 在生物上面有高傳染力 所以我們目前看到剛才講25% 29% 這些數字其實都是用數學的模組 用公共衛生的這樣的一個數據去推估的 那這個推估其實就會有盲點 第一個就是你有可能會搞錯 變積者效應叫Founder effect 什麼意思 Founder effect就比如說台灣 台灣目前所有的這個疫情 大部分都是英國變種病毒 其他的變種病毒都被我們擋在國門之外 所以在統計上來講 以台灣目前的疫情 英國變種病毒就一定是傳播力最強的 那其他變種病毒就完全不能比 這次叫做Founder effect 就是你這一群人進到這個地區 造成當地的大的傳播 讓數字看起來 你傳播的速度會比其他的病毒都還快 那這個Founder effect 其實在各式各樣的病毒的流行都看得到 所以或許印度變種病毒 根本沒有增加這麼高的傳染力 或許只是跟英國變種病毒 差不多 或者是比英國變種病毒再好一點點 其實沒有人知道 第二個有可能把這數字高估的原因 叫做抽樣的誤差 什麼樣抽樣誤差呢 每個地方可能它的篩檢量都不一樣 我隨便舉例 假設台北市正在流行印度變種病毒 那台北市的篩檢量又特別的高 特別的大 量特別的大又特別快 那麼在我們整個台灣的統計下面 這個印度變種病毒就會跑得很快 那其他地方的採樣因為速度 對不起 我用這個比喻而已 假設其他地方採樣速度都很慢的話 那麼在整個台灣的數據下面 其他的變種病毒速度 傳播力就看起來比較慢 所以這種採樣的誤差也會讓數學的模組 會算得有點高估的可能性 那第三個是時間的誤差 比如說在英國現在他們都覺得說 印度變種病毒跑得很快 可是因為當地的人已經感染過 以前的英國變種病毒 所以這些人身上已經有抗體了 這不公平的比賽 印度豬他有免疫逃脫 所以這些人的抗體可能打不死他 所以他就會跑得特別快 我說那這樣子好了 我們比當初英國10月的時候這個變種病毒跑出來 跟我們現在5月的時候印度跑出來 這兩個去比 可是這兩個去比 你又忽略了那是冬天 現在是夏天 那個時候是感恩節 現在是準備要解封 每一個人的活動在不同的季節 空氣的溫度濕度都不一樣 你也很難去用這兩個時間點 去比較看哪一個病毒跑得比較快 所以這種時間上抽樣的誤差 人與人之間的這種互動的模式 不同溫度濕度的差別 都讓我們這樣的一個評估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可以挑毛病的地方 所以在很多的這些文獻當中 如果他不是只是照本宣科 而是他深入的研究這個議題 一定會提到說 這些數字有可能都是高估了 以我的角度而言 這些變種病毒 它就算傳染力增加 也不會增加到太誇張 那到底增加到多少 我只能用蘇格拉底那句話說 我們唯一知道的事就是 我們其實也不是很清楚 那下一個問題是說 現有的疫苗對變種病毒的保護力 分別是多少 所以剛才我已經提到了 免疫逃脫的比例來講 英國變種病毒最低 所以疫苗效果幾乎沒有打折扣 印度跟巴西變種病毒排名第二 以印度為例的話 疫苗目前AZ效果還有達到64% 那至於這個南非的 就可能達到很低 但是如果我們想要問的是 疫苗保護重症跟死亡 在我之前影片有告訴大家 打了疫苗之後不生病 跟打了疫苗不重症 這是兩種不同的概念 也是兩種不同的免疫的細胞在負責的 這部分 不生病是靠抗體 靠B細胞 而讓我們不重症死亡是靠T細胞 而這些疫苗在T細胞的免疫上 幾乎都還很良好 所以不管是英國變種 南非變種 印度巴西的變種 目前看起來我們打這些疫苗 預防重症跟死亡的效果 都還是不錯的 以我們最近新聞最夯的 印度變種病毒而言 AZ的疫苗都還有92%的保護力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我想我們現在就是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境外移入的這些新的變種病毒 我們把國們還是繼續守好 那同時間我們自己境內 就把疫苗趕快打好打滿 疫苗如果大家都沒有打 你再擔心這些變種病毒 一點意義都沒有 總之只要你打好疫苗 打完兩劑 病毒再怎麼變種 就如我剛剛說的 它至少要八年才會完完全全 你的抗體不認識它 這八年當中 我們可以追加一劑疫苗 我們可以打更新版的疫苗 我們可以直接感染冠狀病毒 得到自然的boosting 自然的免疫 去對抗它的變種 直到大概三五年過後 我們可能就不需要再打疫苗 我們可以完全解封 然後這一支冠狀病毒 就會成為我們人類的 第五支感冒病毒 所以不要想太武援的未來 把現在的事情該做的先做好 把我們的國門守好 還有把我們的疫苗 趕快追打上去 希望今天影片能夠讓大家 對變種病毒有更正確的認識 如果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在我們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